各位观众午安 我是夏后元 今天要为您开出来的是 民国113年7到8月期 同一发票的中奖号码 本节目是由财政部印刷厂委托直播 预计会依序开出一组特别奖 一组特奖 三组投奖到六奖 而财政部为了鼓励民众 使用载具来储存云端发票 会开出30组100万元 16000组2000元 10万组800元 以及195万组500元的云端发票专属奖 今天在开出了同一发票号码奖的 中奖号码之后 警觉者在节目现场将会以电脑 来抽出云端发票专属奖的中奖奖号 那么今天在现场有全国律师 联合会王永三律师 中华民国会计师工会 林宽正会计师 中华民国工商协定会 陈恒真专员李茂吉老师 还有吴玉珍老师 一共五位监奖人士 在全程来监督开奖作业 那么从画面上可以看见 一位监奖人士正在抽出 今天所要使用的开奖球组 抽到的是紫色球组 而在开奖现场落球的同时 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这一则新闻 劳保局就公布了 在9月下旬各项给付还有补助的时程 除了已经发放的老农津贴之外 从今天开始还会接力发放12个项目 也提醒符合资格的民众 记得要去刷存折确认一下 政府发钱津贴进补 劳保局最新公布9月下旬发放各项给付与补助时程 从9月25号开始到9月底 总共12项补助接力发放 除了9月20号已经入账的老农津贴 农民月退休除金 今天会发放的是国民年金老年基本保证 紧接着26号国民年金生育给付 27号劳保老年年金 职保年金 劳退月退休金 以及30号国民年金保险 老年年金等项目 据劳保局最新统计 7月劳保老年年金请领人数高达182万人 合付总金额达353亿元 平均每人可领19000多元 劳保局表示 劳工在退职退保后的隔天 就具备劳保老年年金请领资格 只要符合请领资格并完成申请 劳保局会从提出申请的当月开始按月给付 并从次月底入账 而国民年金各项给付今审查后 也会在次月底前发放 因此国民年金各项给付入账日 为每个月最后一个工作日 劳保年金则在前一个工作日 提醒符合资格的民众刷存折 确认不要忘了自己权益 欢迎您回到开奖现场 紧接着为您开出特别奖的中奖号码 本节目是由财政部印刷厂委托直播 提醒您购物消费记得索取发票 索取同一发票不但可以增加国家税收 还有机会可以中大奖 透过画面上可以看到的是 民国113年7到8月期 同一发票特别奖已经开出来了 第1个作者奖号开出了3号 第2个作者奖号开出了8号 第3个作者奖号开出了0号 第4个作者奖号开出了3号 目前开出来的是3803 第5个作者奖号开出了9号 第6个作者奖号开出了1号 第7个作者奖号开出了5号 最后一个作者奖号开出了8号 民国113年7到8月期 同一发票特别奖的中奖奖号 3803-9158 我们请监长人士再次确认 监长人士确认我误 民国113年7到8月期 同一发票特别奖的中奖奖号 3803-9158 紧接着为您开出来的是 特奖的中奖号码 财政部特别说明 房屋税新制透过调整税率 除了加重多屋族空闲 这房屋的持有税负之外 促使住家用房屋可以释出作为有效利用 并就自住房屋参照自用住宅的用地地价税 增订半居户籍登记之要件 透过画面上可以看到 民国113年7到8月期 同一发票特奖的号码已经开出来了 第一个作者奖号开出了0号 第二个作者奖号开出了8号 第三个作者奖号开出了2号 第四个作者奖号开出了7号 目前开出来的是0827 第五个作者奖号开出了6号 第六个作者奖号开出了8号 第七个作者奖号开出了5号 最后一个作者奖号开出了9号 民国113年7到8月期 同一发票特奖的重奖奖号 08276859 我们请奖掌人士再次确认 奖掌人士确认无误 民国113年7到8月期 同一发票特奖的重奖号码 08276859 紧接着要开出来的是第一组投奖 今年营业用车料 下期使用牌照税将会于10月1号开征 缴纳的期限是到10月31号 也提醒纳税义务人记得要在期限之内来完成缴纳 透过画面可以看到 民国113年7到8月期 同一发票第一组投奖已经为您开出了 第一个作者奖号开出了3号 第二个作者奖号开出了2号 第三个作者奖号开出了1号 第四个作者奖号开出了1号 目前开出来的是3211 第五个作者奖号开出了0号 第六个作者奖号开出了9号 第七个作者奖号开出了1号 最后一个作者奖号开出了1号 民国113年7到8月期 同一发票第一组投奖的中奖号码 32110911 我们请监奖人士再次确认 监奖人士确认无误 民国113年7到8月期 同一发票第一组投奖的中奖号码 32110911 接下来要开出来的是第二组投奖 财政部也要特别呼吁 为了避免错失领奖先机 要请民众下载财政部 同一发票对奖APP申请 或者是绑定手机条码 只要透过该对奖APP 可以将各式各样的载具 完成归户及至财政部电子发票 整合服务平台来设定领奖的账户 或者在中奖的时候就可以直接使用这款APP 来及时领奖 让奖金绝对不会漏接 透过画面可以看到 民国113年7到8月期 同一发票第二组投奖已经为您开出了 第1个组投奖号开出了8号 第2个组投奖号开出了4号 第3个组投奖号开出了2号 第4个组投奖号开出了8号 目前开出来的是8428 第5个组投奖号开出了9号 第6个组投奖号开出了 第4号 第7个组投奖号开出了 第4号 最后一个组投奖号开出了 8号 民国113年7到8月期 同一发票第二组投奖的 中奖号码8428 9408 我们请监长人士再次确认 监长人士确认无误 民国113年7到8月期 同一发票第二组投奖 的中奖号码8428 9408 接下来要开出来的是第三组投奖 财政部要特别提醒民众 不要把中奖的电子发票证明点 拍照上传到网络上面来分享 避免有心人士截图 来诈领中奖的奖金 同时也不要翻拍网络上面有中奖的发票来报名奖金 因为这样子的行为是已经触犯了刑法 画面上可以看到第三组投奖的中奖号码也已经开出来了 第一个座子奖号开出了1号 第二个座子奖号开出了3号 第三个座子奖号开出了4号 第四个座子奖号开出了4号 目前开出来的是1344 第五个座子奖号开出了6号 第六个座子奖号开出了9号 第七个座子奖号开出了0号 最后一个座子奖号开出了 1号 民国113年7到8月期同一发票 第三组投奖的中奖号码1344-6901 我们请尖讲人士再次确认 尖讲人士确认无误 民国113年7到8月期同一发票的中奖号码 已经全数为您开出了 我们再带您来看一次 首先是特别奖的中奖号码3803-9158 再来是特奖的中奖号码0827-6859 再来是投奖的中奖号码 首先是第一组投奖3211-0911 再来是第二组投奖8428-9408 接下来是第三组投奖1344-6901 那么以上就是民国113年7到8月期 同一发票的中奖号码 也祝您能够幸运中大奖 我们现在要先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会继续为您开出 云端发票 只能暑角 只有这个方向的才有勇士 另外一个方向没有勇士 新加坡寸土寸金 抬头看到的住宅大楼 大多是政府组屋 像这样的独栋住宅 只有5% 那么一天带顾客来看房子的时候 我就来讲解有关这个房子 哪里好什么 当下我在讲的时候 我发现其实很适合我 叶燕自己是房仲 本来要帮客户卖这栋房 结果越看越喜欢 干脆自己买下来 我们一直都是住政府组屋 然后我自己买 买的他们都觉得太小 因为我的能力范围内 就是能最大的也还是太小 所以当我买到这个的时候 我的感受是 我终于能提供给他们 一人自己的一个空间 不然每个人都很压迫 就是大家在自己 就有时吵架 没有地方躲 有没有 叶燕说出许多新加坡人的心声 一家子人有老有小 住在30坪不到的组屋 压迫感特别重 搬进现在这间独栋住宅 若加上地下室的空间 一共四层楼 总面积将近320坪 住的是更舒适了 不过房贷压力可不轻 我的负担是非常的高 因为我担心 一个人供这个房子 再加上我的年龄 所以我每个月都供款 差不多2万 所以我非常努力做工 为了梦想扛下 整个家庭的经济重担 不过精通房市的燕燕 当然知道 他赌这一把 是有十足把握的 你当初买这个房子的时候 是买了多少钱 我们当初跑起 358万 358万 对 新比 你买这房子买了多久 一年 那他有涨价 有涨了 一年都涨了多少 我觉得有100万 就算有政府的调控 新加坡的房价还是年年攀升 不止有地住宅 就连公寓也是如此 他超等进来看一下 全新耶 那还没有装 刚刚交屋不到一年 私人开发商盖的公寓比起传统组屋 更现代舒适 新建筑流行用落地窗 高楼楼层景观更具吸引力 也让空间有放大效果 30坪大小 三房两厅两位的格局 我们好奇地问了问价格 这间如果现在买的话 要至少新加坡320万 这间要320万 对 因为要地点很好 将近台币8000万 我们不敢自信地一再确认 新加坡的房价 从2020年开始急速飙升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 刚刚落成的社区 30坪左右的公寓 在三年前预售的时候 下定只要280万 现在交屋不到一年 已经涨到320万 等于说买主一拿到房子 就现赚40万新币 而现在整个社区600多户 早就已经销售一空 新加坡房市会被炒得如此火热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移居新加坡的外国富豪 投资房产 砸钱不手软 以这个新社区为例 超过两成的买主就是外国移民 逼得政府祭出更严格的打房手段 去年啦 欢迎您回到开奖现场 紧接着要开出来的是 民国113年7到8月起 云端发票专属奖 本次的开奖程式以及开奖资料 已经经过了李茂吉老师 以及吴玉珍老师 这两位资讯专业兼讲人士 验证以及确认封装 而且开奖设备也经妥事保存 全程并录音存证 开奖现场也由律师 会计师以及中华民国 工商协计会代表等公证人士 全程来进行监督 以确保整体开奖作业之公正 公开以及透明 那么从画面上可以看见 一位监奖人士正在抽出 今天开奖所要使用的电脑 会从红单两个色球当中抽到的是 红色电脑 今天所要使用的是红色电脑 我们要先请开奖助理 转到今天所要使用的红色电脑 而云端发票专属奖 开奖的主办单位是财政部 委托制播单位 则是财政部印刷厂 接下来我们要请监奖人士 先清空中奖资料库 透过画面上可以看见 中奖资料库已经清空 接下来要请监奖人士 启动100万元奖抽奖 现在开出来的是云端发票 专属奖100万元奖30组 财政部为了鼓励民众 索取云端发票 会开出云端发票专属奖 100万元奖30组 2000元奖16000组 800元奖10万组 以及500元奖195万组 只要在消费的时候 是用载具储存发票 而且没有列印电子发票证明点 或者是用捐赠码捐赠的云端发票 就具备有云端发票专属奖的抽奖资格 但是在开奖之前 已经列印了电子发票证明点 者纵使对众也不得领奖 接下来要请监奖人士 启动2000元奖抽奖 看到荧幕上已经开出的是云端发票 专属奖2000元奖 16000组的中奖号码 云端发票是民众使用手机条码 信用卡 悠游卡 e卡通 iCash卡 以及会员卡等载具 来缩辑的电子发票 而且在开奖之前 是没有列印紙本电子发票者 就具备有抽奖的资格 另外如果您使用捐赠码 来捐赠云端发票 那么受赠的机关或者是团体 也会因为您的爱心 而大幅增加中奖机会 也提醒您 云端发票专属奖的中奖号码 是包含了两位的英文字轨 以及八位数字号码 接下来邀请监奖人士 启动800元奖抽奖 透过画面上可以看到 云端发票专属奖800元奖 10万组已经开出 财政部提供了 同一发票对奖多元服务措施 民众可以下载来使用 财政部同一发票对奖APP 这款APP的功能完整 而且操作简单 可以让民众从消费索取发票 再到发票储存 再去归户 捐赠发票 以及对领奖金 全程无止化 目前已经有超过645万人次下载 也欢迎民众可以多加利用 接着请监奖人士 启动500元奖抽奖 透过画面上也可以看到 现在为您开出来的是云端发票 专属奖500元奖 195万租 而财政部要提醒您 从113年的7月1号开始 房屋税差别税率2.0是全面启动 新智针对空闲置房屋 采全国归户并调整房屋税率 加重课税 但是房屋出租就可以适用较低的税率 所以是鼓励房屋释出至租赁市场 另外财政部也做出说明 房屋税新制是透过调整税率 除了加重多屋族的空闲置房屋的持有税负之外 促使住家用房屋可以释出做有效利用 并就自住房屋参照自用住宅用地之地价税 来增定半居户籍登记之要件 纳税义务人应于房屋税开征的40日之前 向房屋的所在地地方税集增机关申报按自住优惠税率 1%或1.2%来课征房屋税 而财政部也进一步做出了说明 为了确保民众的权益并兼顾检证便明 从113年的6月30号之前 房屋税集资料记载为自住房屋 纳税义务人本人配偶或者是直系亲属 已于该屋办理户籍登记者 纳税义务人是无需来进行申报 房屋所在的地方税集增机关 将依户证资料直接核定 续按自住税率课征房屋税 而尚未办理户籍登记者 各集增机关将会寄发辅导通知书 辅导于113年3月24号以前办理户籍登记 届时如果还是没有办理户籍登记者 114年期将改按非自住税率来课征房屋税 此外今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 将于10月1号开征 而缴纳的期限则是到10月31号截止 也提醒纳税义务人记得要在期限之内来完成缴纳 财政部也特别呼吁了 为了避免措施领奖先机 请民众下载财政部同意发票对奖APP 申请或者是绑定手机条码 透过该款对奖APP可以将各式载具完成归户 及至财政部电子发票减合服务平台设定领奖账户 或者在中小的时候 直接使用这款对奖APP来及时领奖 让奖金绝对不会漏洁 此外公用事业的账单 也可以使用行动支付缴纳 并绑定手机条码来储存发票 在中小的时候 也可以透过同意发票对奖APP来及时领奖 一举数得好处多多 另外也还要提醒您 消费时以手机条码 悠游卡、信用卡等载具 储存云端发票 不定职本发票 就有机会可以抽中云端发票专属奖 欢迎民众对载具来储存云端发票 如果有接获水电、瓦斯和电信 等公用事业电子发票的中奖通知 那么就可以拿着应有公用事业载具识别资讯 以及领奖收据的缴费通知单 又或者是以缴费凭证 值本支电子账单 或者是补发的载具证明单 直接到对奖的据点来进行对奖 为了让民众可以更方便地来进行领奖 目前台湾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等数家的公用事业都有提供小而重奖的发票奖金 汇入民众申请扣款缴费的金融机构 或者是邮政机构账户的服务 民众如果是对重4奖、5奖、6奖 又或者是云端发票专属奖2000元奖、800元奖、500元奖 那么公用事业在通知用户重奖之后 也会直接将奖金汇入原扣款账户 民众不仅不必自行地来进行对领奖金 也不用害怕收据遗失 此外财政部也提醒民众 财政部电子发票整合服务平台 即发的云端发票重奖邮件通知 不会指示您带操作ATM 如果截火了不明 又或者是可疑的电子邮件、简讯或是电话 那么可以拨打电子发票客服专线08.521-988 又或者是返架专线165来进行查证 欢迎民众可以透过财政部合法授权上架的 官方软体商店App Store 还有Google Play 来下载安装财政部同意发票对讲App 以保障个人的资料安全 财政部对讲App除了方便民众 在购物消费时可以使用载具 来储存云端发票 还可以透过这款App的发票存折功能 来进行发票的管理 并且掌握您的消费资讯 同时也可以在开讲日前扫描电子发票证明点 把发票的消费资讯存入您的发票存折 而在这边也要提醒您 完成扫描的电子发票证明点值本 还是为对领中奖发票奖金的所需凭证 请务必妥善保管证明点值本 以维护您的领奖权益 提醒民众使用信用卡 晶片金融卡在进行缴纳税款的时候 请自广部缴税服务平台进行线上缴纳 切勿点选来入不明的连结 财政部不会透过简讯或电子邮件等方式 来通知您进行缴税 此外财政部也要特别提醒民众 不要把中奖的电子发票证明点 拍照到网络上面来进行分享 避免有心人士会截图来诈领中奖的奖金 同时也不要翻拍网络上面的中奖发票 来冒领奖金 这样的行为是已经触犯了 刑法第339条第一项之诈欺取材罪 而为了防堵不法的冒诈领奖金 财政部已经建立了相关的防币机制 而国税局也会加强查核 如果查获不法冒领奖金者 国税局将依法来移送检调侦办 提醒民众千万不要一声释法 民众使用载具储存云端发票 且未列印出电子发票证明点者 可以透过财政部对奖APP对领全部的奖项 而且还可以节省千分之四的印花税 但是如果取得了电子发票证明点者 竟能透过这款APP对领五奖六奖 以及云端发票专属奖八百元奖五百元奖 如果有任何的对奖疑问 可以至财政部电子发票整合服务平台 运用智慧客服来进行查询 或者是拨打电子发票24小时免付费专线 08.0521988 另外同一发票的对奖事项 则是可以拨打24小时客服专线 412-8282来进行查询 如果您先前曾经在财政部电子发票 整合服务平台设定中奖奖金 自动汇款金融机构存款账号 或者是设定电子支付账户者 那么中奖的云端发票奖金 会自动汇入您指定的账户当中 财政部提供统一发票对奖多元服务措施 民众可以下载使用财政部统一发票对奖APP 这款APP的功能完整操作简单 可以让民众全程无止化 透过画面可以看到 本期的云端发票专属奖中奖奖号 已经全数为您开出 接下来要带您看一下这则新闻 鸿海最新的电动车即将登场了 第七款的产品即将开始 Model C Model E 还有Model C 好像还缺了一个英文字 那个就是Model D 今年我们一共会展出六大主题产品 包括超级算力中心 三大智慧平台 当然我们也会推出最新的电动车 这次特别强调和设计法拉利 出名的意大利公司Peneferina 合作携手操刀 发言人乌俊逸还特别到意大利博物馆 参观百年经典车款 为新车Model D增添想象空间 而目前鸿海电动车阵容一字排开 有推进量产的Model B Model C 对应小型中型极具 大型轿车Model E 大型货卡Model V 以及电动巴士Model T 而专家推测Model D 渴望瞄准七人座大型电动休旅机具 现在像台湾现在市场上 纯电的七人座的产品 其实是蛮少 尤其是SUV这款 最高价位的话 可能是六百多万的 宾式的EQS SUV 三百万这个机具的 Tesla Model X 同时鸿海扩大布局 印度电动车市场 强劲当地自驾边缘运算晶片领域 升华电动车产业链布局 民国113年7到8月期 云端发票专属奖 以及统一发票 都已经全数为您开出 也祝您可以幸运中大奖 天外飞来一本书 险些杂众欧巴马 美国总统握有国家大权 成为各方有心人士攻击目标 当年欧巴马当选 就职典礼上 美国就派出了两万名军力保护他 只不过就职典礼上 有大批委案人员 当欧巴马展开白宫岁月后 特勤们似乎有所松懈 导致欧巴马执政时期 接连传出多起危安事故 现在大家出现 回来 大家进去园园